大家好,又是时候要补充一下 大家记得我大概一个星期前 在马来西亚做了一个一一的蝉 我们叫做一一电影蝉 里面分三份 第一份就是平时和我们星期五晚 马来西亚星期六早上的年轻朋友一起运动 第三份就是给家长 上几天我补充了 用正念去撤贫 今天想补充的是中间那份 邀请了很多大年纪的哥哥姐姐 他们正在读大学 那天我趁那个机会 在科幻电影里面 如何分享佛法 那天我感到很紧张 看到这群年轻朋友 不记得按按键 没有录到 那我就回来 再录过 也当天说得不太详细 也好,给我有个机会 可以重新再说一次 今天我会讲两套电影 是当天我们放了三套电影 这里是两套电影 第一套电影就是英文 叫Interstellar 中文也叫声制穿越 这套电影好看的 我看了很多次 我很喜欢看这套电影 那为什么我对这套电影 那么有恩怨呢 因为当年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大学九年 在UCLA做助理教授 那我们美国的制度 就是每做六年就放一年假的 放一年假的 那我就放一年假 就过了去另外一家学校 叫做Caltech 在加州工业大学 就一家是精英来的 很小的 也有很多很出名的人 在那里工作的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Professor 在那里工作的工作 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在1990年 他还没有退休 他一直到2009年 十多年前的退休 他退休了 他很出名的 他在Caltech里面 很出名 他退休了 他就把他的时间 和他有一班朋友 专门拍摄那些科幻片 现在这部Interstellar的片 就是Professor Thorne 在里面策划的 所有的剧本 所有的特技 全部都是他和他的学生 策划 计算过数 用电脑做出来的 这个Professor Thorne 他在Caltech里面很出名 他的好朋友 就是Steven Hawkins 即是坐轮椅的科学家 就是往生了几年 他足诸五年前 取得了诺贝尔奖 Professor Thorne 就没有取得到诺贝尔奖 因为诺贝尔奖 有一个规定 就是要你在生的时候 能够证明到你做的事 你说的事是真实 才可以取得到诺贝尔奖 这个Professor Thorne 就是早已往生了 所以他没有诺贝尔奖 所以他没有诺贝尔奖 这部电影 他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后面的科学 是来自爱因斯坦 大家都听过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说的 爱因斯坦说的 最有名的叫相对论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相对论 什么叫相对论 什么意思呢 爱因斯坦说的相对论 我们科学家都认为 时间是绝对的 意思是如果这个宇宙 每一个角落的时间 应该是一样的 爱因斯坦认为 不应该 没有这样的必要 他的理论就是 时间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意思就是这个宇宙里面 每一个地方都可以 有他的时间的 意思就是说 这里是一年 那里是十年 有快有慢 而他说的 所谓地心吸力 就不是一种力 只不过 如果这个宇宙里面 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时间 每一样物质 他都会向着时间 慢那边去的 意思就是 好像人 譬如我在这里 只有十年命 在那边有一百年命 我肯定是多大 都去到一百年命 那里 是这样的意思 当他说了这个 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个構思 这个所谓叫做 黑洞的構思 就是 就是 我们既然 每一道地方 都可以有不同的时间 的时候 这些所有物质 都会向着时间 慢的地方去 那么 在这个宇宙里面 有一道地方 他的时间 是完全零的 可以有零的 没有时间 那意思就是 所有的物质 都向着这边 入 入了去的时候 到最后 就完全 这些物质 就不再存在成为 这个能量 这个 我们叫做 黑洞 后来的科学家 认为 黑洞 其实是 叫做 虫洞 就是 两个黑洞 一起的 意思就是 在这边 入去的 物质 入到这个黑洞 的时候 它变成了能量 而它可以从 另外那边 出来 又变成同样的物质 意思就是 这个宇宙 是不可思议的 譬如 它意思是 如果我们能够 在这里 入去 在那里 出回来 可能是去到宇宙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叫做 虫洞 的意思就是 如果这个苹果 是宇宙 你由一边 去一边 你要繞个大圈 但是如果 找到一个虫洞 你就可以在那里 经过 这部电影 科幻片 它说什么呢 它就是说 这个世界末日 在某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 不可以再支持 这个人的生存 科学家 就要找另外一个星球 跟地球差不多 问题就是 这个星球 可能是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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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到直升 就算用光速都要几千几万年才能去到的 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 你找到一个虫洞 你就可以由一边入一边出 那你很远的地方都能去到的 这是科幻片来的 但是它有科学根据的 这东西重要 它有科学根据的 那里面 有一个片段 你要看 这里很值得看 就是说这班太空人 因为它在找到适当的地球的时候 适当地球差不多的星球的时候 它落到一个星球 叫做Miller 这个Miller 它是很近这个黑洞 有一个很大的黑洞 很近的黑洞 那意思是 当它近黑洞的时候 它的时间就很慢 那如果你在星球上一个小时 就等于在地球七年 那这班太空人 就下了去的时候 就出去一些障碍 本来打算立刻落即刻走 怎料下了障碍 就逗留了三个小时 那当它回到这个太空船的时候 它的同伴就已经过了21年了 就是已经很老了 比较好老 那么它在这里 我就想说在这里 第一 这是一个科幻片 第二 这个所谓科幻片 它有科学根据 第三 我想说 其实佛法就是说这件事 那我什么意思呢 我用这个图 这个图是我以前用过的 我曾经说过 如何去用历史的角度 形式 佛学和禅修 其中我说到佛陀 就是公元六百年前 即是现在二千六百年的时候 那它的故事 大家都听过的 就是他三十九岁出家 他苦行了六年 他在未成佛之前 他有两个老师 那个故事就是 每一个老师 他搞了功夫的时候 他都能够去收到某一个定 但是他觉得不到境 那么他就自己 就在菩提树下 用自己的方法去收 意思就是这个故事 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说的 所谓的三界六道 三界就是欲界 色界无色界 六道就是在这个欲界里面的 有天 有人 有地狱 俄鬼畜生 和阿修罗 所以这个叫三界六道 其实这个就是 爱因斯坦说的宇宙 意思是这个宇宙 它的时间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每一个地方 它都可以有不同的时间 那么如果我们将这个宇宙 排起上来 你是由人开始一路上 越上的时候 的时间越慢 意思是 越上的时候 这个物质越来越少 甚至在这个欲界里面 出了这个欲界 就完全没有物质 只剩下能量的时候 你就可以排到这个 叫三界六道 而佛陀呢 他是人来的 他坐在 他跟这个余骑师的时候 跟了两个老师 他收到的就是 我们叫做 四蟾八定 最高的那两个天 这个所谓 无所有处定天 和非常非非常定天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欲界天里面 这个欲界天 你可以在佛经里面说过 比如这个欲界天 它分五层的 最近人的 就叫四大天王天 托塔利天王 其中一个 然后上来 这个叫刀利天 或者叫三十三天 这个就是欲王大帝 或者帝率天的地方 夜摩天 抖率天 很出名 抖率天后院 就是美勒佛 就是现在我们 那个 我们叫做 那些宝太太和长 或者大土佛 在这里讲经 然后 化落天 他快自在天 最出名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当佛陀 他坐在菩提树下 成佛的时候 他不是有三个魔女 那三个魔女 就是他快自在天里面 一个天魔 波电的三个魔女 意思是他要冲过 他快自在天 才可以上去 肉界 无色界 在佛经里面 也有解释过 这个四大天亡天 他一天 就等于人类的五十年 一路上 如果你用这部电影里 说的Planet Miller 他既然一个小时等于七年 意思是24小时 一天就等于168年 其实他说的Planet Miller 他就大概在都离天 和夜摩天之间 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佛法里面很多东西 是和现代科学 是没有抵出的 那现在我就讲第二部电影了 我还没讲第二部电影之前 还要讲一些东西 还要继续讲一些东西 回到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讲这个相对论的时候 他有一个方程式 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简单 大家都知道 读过书都知道 E equal mc square 什么意思呢 这个E 所谓E 就是能量 这个m 就是物质 这个c 就是光速 光速 square 就是很大的 这个数目很大的 那意思就是 如果你用小小的物质 乘成这个 这么大的数目 就会变到很大的 很大的能量 反过来 你要用很多 很多能量 也都会变到 小小物质 意思是能量和物质 可以交换 当然 原子弹 就是这样 原子弹 就是用两粒原子 撞在一起 一加一 不等于二 只剩下 漏了一点 这一点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爆炸 原子弹 就由这个物质 去能量 反过来 大家都听过 什么叫大爆炸 这个宇宙的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虚空世界 什么都没有 某一个原因 因缘和合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大的 所谓爆炸 其实没有火 这个爆炸 这个字不太对 但是 意思是 突然间有很多 很多能量 就产生了这个物质 这两个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科学家也研究这个宇宙 这个所谓大爆炸 是多久以前发生的 大家都公认了 大概137或者138亿年 好 大家讲完这个时候 我就想跟大家讲讲 阿弥陀 大家都知道阿弥陀 这个我们叫做静土法门 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的佛号 阿弥陀代表什么呢 阿弥陀代表一个梵文 它就叫阿弥陀佛 或者叫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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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字 阿字 它是相反的 就是 比如说 我们 这个阿弥陀经的阿弥陀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或者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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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所谓阿弥陀佛 它是代表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做无量光 无量寿佛 那就是说什么叫光 什么叫寿佛 什么叫无量 但是呢 在这个日本的东麦 大概在1000年前 有位大大师 他在研究金刚经里面 他就认为 这个所谓阿弥陀 它是比鲁遮纳佛的化身 意思就是 它和这个 释迦牟尼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都是这个 比鲁遮纳佛 比鲁遮纳佛 就是语音的 这个梵文叫做 Viral Chara 大日如内 那意思 他认为 这个阿弥陀 其实是大日如内 在这个梵界 就是释迦牟尼 就是释迦牟尼 就是在我们肉界的化身 大家都同意 所以 当这个 释迦牟尼在他林尼盆之前 不问而讲 这个阿弥陀经 其实他就想介绍你 给他的师兄 那意思 那大家读阿弥陀经的时候 一定会读过 这个 成佛以来 如今 十劫 那我现在就说 这个十劫 和大爆炸 有什么 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阿弥陀 有没有 这个科学根据的呢 或者 不可以用 科学根据 就是和科学 有没有抵触的呢 所以 十劫 在佛台也有解释 所谓 如何为之一劫呢 一劫就是 如果有十 每一百年加一 加到八万四千为止 再每一百年减 减到十 一增一减 就是一个小劫 二十个小劫 就成一个终劫 四个终劫 成一个大劫 那如果这样看 一个大劫 就是十三亿 四千万年 那十劫 就是一百三十四亿年 那如果你这样看 跟这个宇宙 这个大爆炸差不多 一个是三十八 一个是三十四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大爆炸 其实这个爆炸 不是很对的 就是爆炸的意思是 一开始的时候 就像一个炮掌 那样 其实不是的 在这个爆炸 这个过程初初 是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物质质的 那它一路一路 一路膨胀 一路去到四亿年 然后才开始有空间 有空间的时候 有空间的时候 你就有光 没有空间 好像芝麻湖那样 哪有光 有空间 意思是你跟我之间 有距离 那就开始有时间 所以这个阿弥陀 所谓无量光无量寿 即是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的意思 意思是这个阿弥陀 在圣佛之前 它是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那什么是空间 空间 空间就是我上人上 无众生上 你和我有分别的 我们和众生有分别的 这些是空间 时间就是无仇者上 所以这个大师 他研究《金刚经》 在这个四相里面 他就认为这个所谓无伤 就是阿弥陀 这个爱因斯坦说的 和我们佛法是完全没有帝族的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就是说拿渣了 说拿渣了 卡通片来的 兽子很喜欢看 那拿渣他说什么呢 我小时候在澳门长大的时候 有一家拿渣庙 我知道拿渣是一个护法神 最出名的就是他踩住这个风火轮 拿着一支击的 小时候整天喜欢看拿渣戏 那这个拿渣的说什么呢 其实他的故事就是说拿渣 如何看摩和仙之间的斗争 就是心理里面的斗争 你应该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尤其是对小孩的看法很大 很大的 什么叫魔 什么叫仙呢 仙就是神仙 魔就是魔鬼 魔神 其实这个所谓魔和仙 他说的是正能量和负能量 而这些负能量 全部是来自内心的 我们佛法里面说这个是贪亲痴 佛陀也用这个 如果在这个图里面中间 你们看到佛陀说的 这个小蛇和这个猪 这个小蛇就是代于贪 意思是对那些 顺景 或者对这个 乐寿 即是欢喜的感受 产生贪爱的时候 就变成小蛇 蛇就反过来 对那些恶景 对那些苦仇 对那些苦仇 对那些废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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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下降到阿修罗 或者地狱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他说的蛇 本来是一个魔 魔的种子出生 他在人间里面 但他可以最后 因为有善念而成仙 反过来 这个就是他的师父太阳真人 他是仙 他的娃娃 托塔 李靖 后来成为托塔 李天王 也是仙 反而这个龙王三太子 他是阿修罗 他是龙王的儿子 他是阿修罗 但他最后 因为善念 他也一起升上天 中国人主要是说肉戒 我们主要是说肉戒 或者你可以说 这个是太阳系 很少说到三界六道 这些是 上到这个色戒 没有色戒 就是如期的 说的泛戒 离开了三界六道就是佛戒 但是中国人主要是 是说修仙 说来说去都是说肉戒 我想解释一下 中国人在修行的 有没有科学根据 中国人的修行是什么 和如期有什么分别 和佛教有什么分别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 主要是说这个 主要是说这个 这个 铝洞斌 铝洞 和这个 鲍提达摩 很大的恩怨 鲍提达摩 就是这个 大概佛陀 列盘了之后 一千年 在北印度 来到中国 他就是我们 禅宗的一组 初祖 过了大概三百年 三百多年的时候 就来到 铝洞斌 铝洞斌很重要 没说到 之前我要说一下 那究竟 菩提达摩 他带了什么功夫来中国呢 其实 菩提达摩 和释迦茂尼 都是一样 他也是如期师 如期师 这个菩提达摩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 除了身体之外 他有能量 他有七万四千条气脈 你记住 一会儿我们说十二一 十二经络 就差不多了 而每一条气脈 他交界的时候 他有一个叫默论 通常现在我们说 现代人说七个默论 但是在古预期里 他说的是 一千一百四十个默论 这个就是 其实 因为菩提达摩 是预期师 因为 这个释迦茂尼 是预期师 这个是他们的知识 但是他来到 这个 呂洞宾的时候 呂洞宾 大家都知道 是道教的 道学道家的祖师 而这个呂洞宾 他是在 菩提达摩 来到中国 三百多年之后 才出生 这个呂洞宾 他 呂洞宾之前 我们的道教 叫做 念丹 是叫做 外丹 你记不记得 这个西游记 孙悟空 跳了上去 天上 给他 这个 一个人 一个 我一下不记得 叫什么 就运了去 一个情 里面 烧他 那个就是丹 丹 所以外丹 就是吞落土 的 一些重金属 吞落土 但是去到 这个磊洞宾的时候 因为他 学会了 这个 禅修的时候 他就将这个外丹 变成内丹 就是这团火 就在身体里面 不是吞落土 你看这首诗 这首诗 很出名的 是吕洞宾的诗 你就看到 其实这个 所谓 道家和禅 是分不开的 他根本是在收禅 他又收道 又收禅 而他最出名的功夫 叫做 小周天 这个有历史根据的 现在很多校固学家 在这个 吕洞宾的家乡 是找到很多这些 古籍 那 既如法师 他说这个小周天 其实我们应该叫 玉界定 玉界定的意思 就是我们未去到 这个 四禅八定 在玉界里面的功夫 的玉界定 好了 那我现在要说一说 那究竟这个玉界定 收这个小周天 我会说这个 任督二脈 有没有科学根据 或者再说一说 和科学有没有帝族 好 那我未说之前 我要告诉你 中国人的科学 和西方的科学 分得很开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科学 几千年 西方的科学 几百年 西方的科学 最出名的 就是这个 Galaleo Galaleo 大概来现在 大概四百年 四百年前 之前在西方是没有科学的 意思就是 这个 当时的时候 那个社会 完全被这个 教会 天主教会 控制的 而这个 Galaleo 他最出名的著作 就是说 因为他 他研究这个 木星 和这个月球 和这个地球的 水涨水腿潮 潮潮潮 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个太阳 原来是宇宙的中心 是地球围住这个太阳 而不是太阳围住地球 因为当时这个社会是天主教控制的 而天主教 他的圣经 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 《创世记》里面说的 上帝是先创造地球 然后才创造太阳 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地球是绕着太阳走 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走 这个是错的 所以其实 他一说出来的时候 Galaleo 就被这个教会捉了 最后屈屈而死 但是中国人就不同 这几百年的历史 中国人是几千年的 我们几千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看这个 这个宇宙 最初的发现就是 这个宇宙 这颗木星是宇宙里面 最大的星 最光的星 用眼睛都看到 那么我们最初的发现 就是原来 这颗木星 它也都好像地球那样 是绕着太阳走 不只 它每一次 每一个周 是等于地球的十二年 所以我们有十二生肖 就是每一年 每一年 地球 每一年 这个木星的位置都不同 它要十二年才回来 比如我 我在后年出生 有些人在马年出生 年年不同 但是后来 中国人发现 只是说木星也不够 因为除了木星之外 还有另外四颗星 加上五颗星 这个五行 是我们中国人的科学 五行是中国人的科学 五行是中国人的科学 意思是说 这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最初的时候 就是有木星 金星火星 后来我们发现 原来这个宇宙 它要说 我们叫做 Harmony 中文叫做 英文叫做 Harmony 中文叫做 安稳 是要靠 金木水火土 大家双生双黑 双生双黑 这个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就是金宿 反过来 水黑火 火黑金 金黑木 木黑土 土黑水 这个其实 是很容易明白的 为什么这个宇宙里面 好像没有另外一粒星 好像地球那样有生命 其实一定有 只不过我们还没找到 科学家不停去找 那我们找什么 如何才知道这个星球 是有可能有生命 我们找什么 我们找水 找水 如果这个没有水 就没有可能有生命 因为有水 它就开始有植物 这个栋 木就有植物 当这个有植物的时候 它就会改变这个大气层 因为它有二氧化碳 那么它改变了这个大气层的时候 这个太阳 就可以晒入这个地球 这个星球 这个火 当这个有火的时候 这个泥土就开始 开始暖化 那么当它暖化的时候 它又会继续 有植物 当它有植物的时候 这些植物 它后来就变了金属 那些金属 加回到水 那些水 那些水就有生命 然后继续 一路一路 这个叫伤生 反过来 如果你的地球 太多火 那是不是要用水 去黑它 而这个火 它可以黑金 因为它可以用金 金可以破木 木可以圍住土 不怕山崩 而土也可以维持水 所以这个很有理由 如果你能够有这个五行 雙生雙黑 才可以有生命 那如果我们将来找到 另外一家星球 有这个五行 雙生雙黑 有可能有生命 如果没有 就没有生命 没有水 就没有生命 好了 如果有了这个概念 之后 我们中国人如何 用这个概念 我们不但讲这个星球 我这种港卫人的内藏 那我们开始有分这个 我们叫做五藏六虎 藏就好像宝藏 它是装着我们的精华 藏就是熟阴的 藏里面 这个心肝脾肺肺肾 就是这个 比如这个神 就是属水 所以神 我们叫做先天的之本 没有水 就没有生命 反过来 肝就是属木 心就是属火 很简单 这个神 我们所谓神 不是只有神的气经 我们叫做神气 它主要是管什么 它管荷尔蒙 管分泌 肝是管什么 肝就是管神经 心是管精神的 皮是管什么 皮是管消化和分泌的 肝就是管人的能量 它是这样说的 那么中国人呢 这个 我们自从接受了这个 菩提达摩的 禅修的方法 将人由外丹到内丹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原来人呢 是有十二条经络 十二条经络 就是在这个 刚才我说的七万二千 这条气脈里面 如果我们用这个 太阳去看 由朝到晚的时候 二十四小时 我们可以分开十二部分 每一个部分是两小时 一个时辰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心肝皮肺神 那个气能 在身体的运作 比如又开始 又一直转转 而这个就是 代表十二经络 六条在手 六条在脚 但是最后 所有的阴 就回到前面的阴脈 所有的阳 就是在后面的 那你说 怎么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呢 因为这个就是西方的医学 和东方医学的分别 西方的医学 第一 他的历史很短 大概一百年 一百年 松一点 而他们所有的研究 他是由死人那里来的 他用解剖学的 他是解剖一个器官 然后在那里研究出来的 而中国人是不可以解剖的 我们中国人要全私的 不可以将一个 除非那个人是冤枉死的 那你都说 还可以去解剖 除此之外 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解剖 中国人的医学 他是由生人那里学回来的 意思就是 我们是看这个人的能量 那个能量 如何在身上走 所以我们摸脈 就不是摸心跳 我们是看到这个人的能量 那么这个能量 我们是要靠善修才能看到 为什么可以善修和能量有关 为什么可以善修 这个图里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初次计计法师的时候 六年前 他第一次教我们善修的时候 他在黑板上写一句说话 写了之后他就拆了 他就写了 一切无所住 只有行罪 我录下来的 你有兴趣 你看回六年前的时候 他最后他解释 他这句说话就是 意思就是 一切无本质 只有波动 我听了之后 我跌到地上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科学 是最先进的科学 我们叫做 particle wave duality 意思就是 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能量 有物质 物质 我们叫粒子 能量叫波动 而这个物质和能量 它可以交换 只不过你怎么看 你可以看 一种看法就是 它们变成物质 一种看法就是 能量 是可以交换的 可以交换的 而在禅修的人 好像基于法师说 在行禅里面 他可以看到 这个身体消失了 而看到身体是能量 所以他最后说的 一切无本质 根本是没有这个物质 只有能量 那么我们学实 这个十日耐君禅 也有说的 我们说 先生解释 当你收这个十日耐君禅 的法门的时候 最后你会看到 你的身体会消失 你只能看到能量 这个我们叫做 branka 或者如果你查 你可以查的 巴里文里面 我叫remoti manga remoti就是解决 所以跟你说 这个中国人 他将这个 这个 在古印度的 瑜伽 的理论 就是说 这个人 他是有 分开 他瑜伽分五层 人的存在 由这个身体 我们大部分人 以为自己的身体 只有肌肉 身体 有五层的分别 我们中国人 就将它简化了三层 叫做精气神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 当你能够禅修 放开你对身体 和感受的执着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看到 你人的气 和能量 最后 能够禅修 放开你 你就可以去到 这个神 心神 我最后想告诉你 其实我想说 这个佛学和科学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这次是最近的一次 我说来说去 我想告诉你 就是很多人 他认为佛法 是一个很迷信的东西 很迷信的东西 其实我告诉你 科学是全世界最大的迷信 科学是没有真理的 我先说 这个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之前是勉哥 之前就是牛顿 牛顿之前就是基尔利奥 其实他一个推翻一个 一个推翻一个 到了爱因斯坦的时候 他又被这个 Steven Hawkins推翻了 其实这个 这个科学是 信字先 是一个最大的迷信 所以中国人 他说这个佛法是迷信 其实他就不是说迷信 他根本不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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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他说 他说 鬼佛没有说过的东西 不算数 鬼佛没有说过的东西 不算数 这个很凄凉 我说了这么多东西 我想告诉他们 佛法是鬼佬说的 佛陀是鬼佬 佛陀是鬼佬 佛陀摩也是鬼佬 唯一不是鬼佬的 就是雷同斌 佛法是非常有科学的根据 因为佛法就是超级的科学 佛法就是超级的科学 佛法就是超级的科学 因为这个科学 其实是说一个唯物主义 它说的是materialism 它只是说物质 最多是说能量 它不会说心神 它不会超越到物质和能量 永远不会超越到 所以佛法就是超级的科学 包括了现代科学 只不过明白的人少 说的人少 这么简单 好了 就这么多了 每说一次都不同 这个不要紧 像佛法师说 你要出来说话 你不说话 不说错 你就学不到东西 说错话不要紧 这个是心经里面 照见 不寻大用照见 就要说错话 你不说错话 你没得好照的 说错话 你就可以学到 你会发觉 我每一次出来说 都是错的 我继续说 说到 说都不能说 说是我学习的最好的方法 就这么多了 我就補充完了 拜拜